2月7号 中国小将苏一鸣摘得北京2022年冬奥会单版滑雪男子泼面障碍技巧决赛银牌 为中国队创造了该项目历史最好成绩 2月8号 中国选手谷爱玲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比赛中 以总分188.25分夺冠 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冬奥会雪上项目夺得的首枚金牌 据此前媒体报道 两位滑雪明星运动员都曾在四川成都市新都区进行训练 其中 谷爱玲曾于冬奥会前在尖峰汉雪场封闭训练了5天 2月11号 记者实地前往了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搬住原街道的新都尖峰汉雪四季滑雪场 探秘中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汉雪场 据悉 在该汉雪场内配备了适合初雪者的奇华道 飞包道 高级道 以及一座针对冬奥会比赛项目训练而修建的高43米长112米的汉雪大跳台 因为谷爱玲其实在成都新店之前 它原来一直是在国外比赛和新店 当它在国外新店的场地 新店场地的材料也是用了我们新都生产的金针菇汉雪 所以说它回到国内之后 它首先知道我们这个成都有这个场地之后 首先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进行训练 张卫告诉记者 谷爱玲在成都秘密训练了5天 平均每日训练5至6小时 而谷爱玲给它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刻苦 从早上的10点半来了之后 一直5个小时基本上就没有休息的时间 它中途甚至连中途的这个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每天吃饭的时候都是训练完之后 每天回到住地之后然后再进行吃饭 所以它新店时间很长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大条台 它的这个总高度有43米高 然后长度是110米 它的这个上上下下的这个工作量很大 虽然工作量很大 但是谷爱玲每天的新店时间 它的上上下下的时间的话 每天都达到了70次左右 所以说强度很大 很客服 张维还表示 谷爱玲决赛的最后一条是向左的偏轴转体1620度 而这个动作当时他们在隔离区外看到只有一秒多的腾空时间 肉眼很难判断谷爱玲具体做出了什么动作 但是从谷爱玲团队的欢呼和喜悦的表情中 大家猜到了谷爱玲在成都解锁了一些高难度动作 在谷爱玲训练的最后一两天时间里 训练场外能听到的欢呼声和掌声越来越频繁 因为谷爱玲在我们新年这么多的时间 我们都是全程陪伴的 所以说它的这个比赛 当然我们也更加的关注 并且最后一条的时候 我们看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提醒 大家把手机都收一下 我们害怕就是谷爱玲 这个动作成功之后 我们把手机把电视给我们扎坏了 这个感觉到 所以说我们是既紧张又高兴的看完 谷爱玲的比赛的这个一个场景 本届冬奥会前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八支滑雪国家队 曾在成都市新都尖峰汗雪四季滑雪场 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反季节滑雪训练 曾三次前往成都市新都尖峰汗雪四季滑雪场训练的苏一鸣 给该滑雪场运营经理 奢松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在于就是第一个在训练时间上面 因为普通的运动员上的训练时间大概就是在两个小时 他的训练时间的话比平常的运动员多一倍 我们大概在四个小时以上 在平常的训练过程中 他经常就是不停地要和教练的交流 不停地修改自己的动作 来解锁一些更高难度的一些运动 就是比赛动作 奢松博还直言冬奥热也给滑雪场带来了不少人气 群众对冰雪项目的热情逐渐提高 以前每天最多一百人左右 现在前来体验滑雪的游客达到了三百余人 每天的客流是往年同期的三四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